第九题,小华到饮料店买汽水,要求汽水不加冰 店员提醒他说要赶快喝完,否则会没汽 请问你店员的说法是否合理? 那我们晓得,我们学过,汽体的溶解度 是要随着压力的增加跟温度的降低而提高 也就是要低温,要高压,汽体比较会溶解在水里面 那我们的汽水是加压,让我们的二氧化碳溶在水中 所以打开汽水之后,压力会变小,汽就会跑出来 那么汽水通常是要冰的,所以拿到常温之下,温度会提高 那么溶解度会降低,所以呢,汽也会跑出来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说,溶解度随水的升高而升高是错的 与水温无关呢,也是错的 那么应该是会随着水温的升高而降低呢,才是对的 而我们学中并没有学到,溶解度会跟接触面积呢,有什么关系 因此呢,我们这题的答案呢,应该选择的是A 合理,因为汽体溶溶水的溶解度随水温的升高而降低